大家好,我是A番 又到了A番N的枪车球的节目时间了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各种在美国的枪车球的玩具 也就是Nurve 当然这次要评测的内容呢 就不是说美国孩子宝做的Nurve的产品 而是我们祖国的一些配件厂,生产的配件 应该大家比较熟悉了 就是淘宝上面工匠大师生产的 马普盖风格的Nurve弹夹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Nurve弹夹 马普盖风格的,就是12发弹夹 应该都非常出名了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弹夹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马普盖是一个生产军用产品的公司 就是它有生产真枪用的弹夹 但这个工匠大师他们呢 他们声称他们的马普盖风格弹夹非常内用 跟真的马普盖弹夹差不多 所以呢 我决定做一个抗摔的测试 然后呢 为了做这个测试呢 我就买了一个真的马普盖弹夹 就真正的马普盖公司做的马普盖弹夹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写着5.556乘以14的奶头弹的马普盖弹夹 这是一个Nurve的弹夹 大家可以看到 有透明的那个是工匠大师Nurve的马普盖风格弹夹 这个正式的马普盖 大家可以看到Nurve的弹夹是大一点的 正式的是小一点的 Nurve那个呢 稍微薄了一点的塑料磨上去的感觉 它有弹簧松一点 不过因为Nurve是海绵弹 所以弹簧松一点没所谓 这个真的马普盖弹夹呢 是给真枪用的 所以呢它弹夹弹簧有点硬 不过没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弹夹呢 因为弹夹不是枪 所以买弹夹是随便买的 因为我是在加州 所以这个弹夹呢 是只能放10发子弹的弹夹 而这个Nurve弹夹其实也只能放12发 所以大家的弹容是没什么区别的 呃 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呃 然后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呃 然后 这里 呃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马普盖弹夹是放不进Nurve里面的 对 我这个没必要说了 然后我们就框摔了 首先我们就呃 把针的弹夹呢去摔一下 呃 大家可以看到地上了 然后 首先我摔到砖头上 这里有一个砖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 大家可以看到我 对吧 对吧 就呃 呃 例如我放弹的时候掉下来 我现在做这个动作 然后我再刷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好法无爽 里面的弹簧依然可以用 就一点痕迹都没有 非常好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Nurve的 马普盖封个弹夹 工匠大师的那个 然后呢 呃 因为要模拟我们 你们玩Nurve时候的情况 所以我先把这个Strive拿过去 模拟一下弹夹掉下来的情况 不过实际上 这个Strive那弹夹非常固定 根本不会掉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水泥地 然后我换蛋夹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地上 然后再炒地上试 然后不小心掉下来 就现在是在模拟一下那些意外的情况 然后还有换蛋夹的时候脱手了 把蛋夹放进收容袋的时候脱手了 还有掉到水泥上 或者在比较高的地方摔下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 蛋夹好法无爽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法无爽 然后呢 我再用力摔 看它会不会摔 哦 还是有点问题的 就这个 这块薄片摔下来了 不过这个并没有问题的 因为真的马虎盖 马虎盖当甲呢 这个位置也会推出来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并不是摔坏了 而是这 部件本身可以拉出来 所以没影响 对于这个 档夹的实际使用没影响 然后我试一下摔它 大家可以看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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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摔過那個水泥 那塊水泥磚 以後 還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還是跟新的一樣 就有點地方刮花了 但刮花這個問題不是問題 因為真的馬骨蓋 也會刮花的 有白色的花 所以呢 玩具的刮花沒問題 就是它完全模擬了 這個蒸的 馬骨蓋蛋加 然後我再刷一下泥底 就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就是那個彈簧彈出來了 但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你只要壓回去 就可以了 可以繼續用了 就 我把它壓回去 沒事了 一點問題都沒有 可以完全正常使用 然後放在那 上 沒問題 就是它那個 殼稍微鬆了 一點問題都沒有 彈簧還是能彈上來的 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那個傷害真的大的 真的馬骨蓋蛋加 都會摔壞了 它才會有機會摔壞 然後呢 你都看見 剛才我是狠狠地把它摔下去的 就是說如果你正常用 就這樣 掉到地上 它一點問題都沒有 就是刮花一點 所以 就 跟他們 在淘寶上描述的一樣 呃 完全模擬真的 馬骨蓋蛋加 所以這個NURF的 馬骨蓋蛋加呢 馬骨蓋風格蛋加呢 非常好的東西 就 而且這個蛋加 比起NURF原裝的蛋加 要便宜多了 買一堆 放在身上 它就跟那種 308就 7.62奶頭蛋 蛋加差不多大而已 就是你那種 戰術夾克都可以放進去的 非常好的一個 蛋夾 就 今天的節目就到現在為止了 歡迎大家收看 再會